今年的行政院文化獎頒給了建築詩人王大宏 高齡97歲的他是當年極少數受過西方現代主義洗禮的華人建築家 包括國父紀念館還有外交部大樓等等都是他的作品 紀錄片沉默的建築詩人勾勒大師不同時期的代表作 他曾經說國父紀念館是他畢生難度最高的作品 屋頂都是建築很重要的一部分 尤其王大宏對這個屋頂的這種造型或我們叫受透的話 其實都非常關鍵 所以他的作品我幾乎都會想上屋頂了解看他犯法 1972年建成的國父紀念館是知名建築大師王大宏的作品 他曾說這是他最艱難的設計 紀錄片沉默的建築詩人非常難得 帶我們到屋頂領略王大宏的建築美學 那我想其實國父紀念館還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一般來國父紀念館的遊客是沒有機會看到的 一則當然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所謂仿琉璃瓦這種屋頂的面磚 那再者當然我覺得就看到那個王大宏在國父紀念館 用了最多心思的這種屋頂的這種帆曲 或我們講的叫起跳 所以你看那個整個屋頂最漂亮的一個地方 其實就在那個轉角的那個力量 今年行政院文化獎得主王大宏是華人之謎建築師 紀錄片拍攝大師的精彩人生 13歲王大宏遠赴瑞士求學 之後到英國建橋大學念建築系 以及美國哈佛大學修讀研究所 曾經和貝玉明氏同窗 哈佛畢業之後 1952年回到台北成立建築事務所 他跟在戰後在中國大陸已經成熟的建築師 然後隨著中央政府移到台灣 這批建築師來講王大宏是不一樣的 他是原汁原味的從國外然後到台灣 然後發展他的建築事項 少就是美 少就是好 然後無為 空這些概念整合在一起 用中國的傳統的概念來解釋現代建築 現代主義 王大宏本身的建築概念大概就受到這樣的影響 王大宏50年代學成歸國之後 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台灣 他設計許多作品包括台大學生活動中心 淋雨堂宅 濟南路的鴻爐自宅 外交部 還有在1964年被轉賣後 70年代被拆除的建國南路自宅 那時候牆在我小時候覺得很高啊 不過我們現在實際測量出來大概有2米96高 將近3米了 中國人講9任高牆 房子是退縮在後面 所以我們院子是有在前面 鄰居對這房子很好奇 所以每次門一打開的時候 很多小孩子的人就往別人偷看裡頭 他想想看到裡頭是什麼東西 王大宏自宅不到30坪 因為喜好清淨簡約 所以房子四周建起高牆 大片落地床以及圓洞窗 讓自然光透進室內 而這些設計都是當時建築界 非常現代的風格 除了參與設計現代建築 王大宏歷經10年翻譯改寫 1977年正式出版王爾德的作品 《杜連奎》 其實第一個感覺是會想到 白先勇的台北人 因為他把整個就是王爾德描寫 在倫敦的一個上流社會的現象 他轉到台北 轉到台北其實是跟 可能是跟他自己的經驗也有關係 他在台北的經驗 然後他在台北他早期接觸的 事實上有可能就是 大概是從上海過來 同樣一批上流社會的人 他們的生活 所以這兩個是有點像的 王大宏的英文科幻小說《幻城》 經有人整理手稿翻譯後 2013年正式出版 《幻城》這本書裡頭 當初的稿子是完全沒有整理的 真是很可惜 在他年輕一點的時候 沒有把這尾書給出出來 王大宏曾說建築是時間越久 越看越漂亮的東西 他就像搭起理想 與現實之間的橋樑 永恆存在